住正常情况下 如果有很好的朋友来了 我父母也是会给别人开房间 就是我们家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原因是因为 客人可能住在酒店里面 他更能放得开一些 对吧 如果是住在我们家的话 别人肯定会觉得说 又怕打扰到主人休息呀 又怕卫生各方面的什么的 就没有那么自在 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是好心 对不对 我也怕我去你家 万一哪一点做的不好 然后引起你父母的一个反感 对不对 这样也不好 然后我住在酒店里 然后我调整好状态了 状态很好的情况下 然后再去 见到你的亲戚朋友 大家不也都更开心 对不对 理解一下 就是支持堂上想法 咱们扣个1好不好 这个不是说面子的问题 家人们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底线 对 其他事情都可以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 这个 确实还是不要 随随便便住在别人家里吧 嗯 对 就是可能说 我觉得如果我订婚了 就 谈恋爱的话 我应该也不会 谈恋爱什么 就是谈恋爱的 我也不会说 就跑去男方家住 我觉得我 我要 我觉得这没 谈恋爱 这有 这有啥关系的 就住 又不是说住一个房间 两个人一住一房间 那你住你的 嗯 不是就是 谈恋爱也不行 不是 我们要 比如说要订婚了 或者结婚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 可以去别人家住 然后 我 只是单纯的 你男女朋友就跑去 那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 你谈恋爱的 那 留我说你从大老远 过来这边玩 那 一起住家里 然后一人一间 我觉得 这 这很OK啊 是不是 那有的 有的 就 就是在父母家里面 肯定 一人一间都 很OK 那有的 谈恋爱的 呃 自己年轻人 自己在外面 都住在一起了 那你在回老家 那分开住 也OK啊 那如果说 谈恋爱的 你在 你在自己一个人外面去住 哦 那我在住家 自己住家里 那我显得 显得很 太生分了 还是什么 我觉得 谈恋爱 我觉得 回去住的话 也没啥问题 对不对 嗯 嗯 嗯 那就谈恋爱再说吧 反正我 我原来的概念是 我觉得说 两个人 如果订婚了 然后就是说 你在家里面住 是可以的 嗯 其他时候 就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 所以说 这也没有对错 大伯 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 对吧 嗯 我不是你们福建的女孩子 我不太懂 福建的规矩 嗯 没有什么规矩吧 其实 其实就是 就是 看个人习惯嘛 然后反正我们家是比较 就是随意的 然后也不要好客一点的 没有说这么样的 你要记得 你不能吃这个葱哦 别忘了 好 那我不去你家 你会不开心吗 嗯 我 还好啊 我有点封建 封建了 我封建了 我封建了 封建 也不会 也不是说封建 我 每个人小话不一样嘛 也会说封建 我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 嗯 女孩子的这个名声 还是挺重要的 对吧 动不动 就跑到一个男孩子家去住 我觉得不太好 反正我觉得不太好 嗯 可能这方面我是有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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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给定的规矩就比较多 我确实觉得不是很好 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谈恋爱的话 去住的话 去住的话 就是分开住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 嗯 对 有点保守 这个 我觉得这个 也不是封建 因为 啊 就是说 将写也可以的 所以 哦 你不气也是可以 嗯 嗯 是的 因为我跟 嗯 如果我跟你 我们两个认识了 半年 一年 两年 然后 我觉得 这个 可能我会考虑 那毕竟我们两个才认识 一两个月的时间嘛 对 就跑去别人家住 嗯 那 就是我以前有很好的 异性朋友 我们从小就认识 嗯 嗯 在四川的时候 然后 然后 我也没有去别人家住过 嗯 很好的 很小一起长大的那种 嗯 然后 父母也都认识了 但是我都还是住在自己家 也没有去别人家住 然后 我可能说 我现在跟一个男孩子 认识一个月 我就跑去别人家里面住 嗯 这可能是观念上面的一个问题 也可能常常就是太 太拘谨了吧 对 那你可以不来住吗 好了 到时候 呃 你想过来玩 啊 家里面这边玩 喝点茶 做一下课 那也可以啊 嗯 就说过来做做课也可以啊 嗯 嗯 就 不必 一定要说 要过来做什么 可以 就是 你可以 等到你走的前一天 嗯 然后我去买点礼物 或者我请你父母 你家里面人吃个饭什么的 嗯 嗯 吃个饭那不合适 是应该我们 我们要请你吃饭什么 便你请我们吃饭 那吃饭不要 不要请我们吃饭 是啊 我觉得礼物也不大需要吧 我觉得礼物也不大需要 那还是要的还是要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请你啊 吃个饭 就这样就行了 嗯 就吃点农家菜啊 农村的一些农家菜 什么的 嗯 行啊 我就带点礼物吧 带点礼物 因为我的计划 我们是出来旅行的呀 家里面 这个旅行怎么 这不是旅行吗 这就是旅行啊 哈哈 这有点紧张 其实我是有点紧张 家人们啊 我是有点紧张 然后也有一点 怕见到别人的父母 说错话 做错事 也会担心别人不喜欢我 然后 所以我会想的比较多 嗯 如果说我是 大宝 我觉得我很无所谓的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 你也是一个对我还蛮重要的人嘛 对吧 所以说 那个如果见到你的亲戚朋友 见到你的家人的话 我还是 要多想一点 尽量能把 该做的都做到位嘛 嗯 行 那晚上我就 等下送你去近一点地方做 嗯 然后明天我再去接你出来 我们再去 然后想一下明天要 带你去 嗯 嗯 捉捉土鸡 做什么 捉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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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能捉得到吗 可以啊 捉个土鸡然后 炖着吃 哈哈 啊 中瓜 对 对明天不是中瓜吗 不是中瓜 明天去 明天去抓个鸡 然后 嗯 然后你不是要带我去茶园吗 嗯 对 对不对 对 对 他明天要带我去那个 看那个茶园 去看茶园 然后 还说要带我去什么 种 种瓜 嗯 对 那晚上也得早点休息 明天我们就 天气比较好 然后早点去 就外面看一下 好 今天都 你茶园 起了不是太晚了 但是 今天可能过来比较累吧 茶园 直播吧 明天下午拍一拍 他说 家人嘛 他们那个福建人特别喜欢喝茶 喜欢喝茶的家人们扣个衣 我发现福建人特别喜欢喝茶 就 到处都是人在什么茶馆啊 或者是茶园啊 什么卖茶的呀 品茶好多 就是 而且好像很多茶都是你们福建的 对 很多茶都福建 什么都有 他们福建啊 什么茶都有啊 绿茶 红茶 绿茶 白茶 对 什么都有 就今天 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去喝了点 像 像我爸他就是每天起来 给自己要喝几泡茶 然后反正一起来就喝茶 一起来就喝茶 天天都是这样子的 我爸天天都这样子 对 明天看看吧 明天去茶园 看看他们这边的茶好不好 然后看看他们那些茶园里面卖不卖 卖的话到时候明天给大家上一点 嗯 如果有的话 他这好多茶哦 我发现福建就是喝茶还有什么 果子 果子特别多 什么 什么甘蔗呀 什么 什么佛手甘啊 什么 反正我看很多果园 嗯 特别多果园 嗯 嗯 嗯 那些好茶 对去看一看 我去看看他这边的茶园 怎么样 嗯 很漂亮 其实在茶园 其实在茶园 你待在那边 他就有一股 那种 茶树茶香的那种香味扑 扑扑而来 然后空气又很好 真的在茶园里面 呆一下很舒服的 我们还可以去海边 对啊 对还可以去海边 海边 对香蕉也很多 对我们去海边再玩一天 真的好忙啊 你看又要去茶园 又要去海边 这么好玩 还要去抓鸡 还要去烤地瓜 还要去带我去什么 去看一看他合作的那些茶农啊 瓶瓶茶什么 不挺好的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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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就 那就过两天 过两天 然后我 去啊 嗯 最后去你家走一圈 好的吧 可以 哎哟 他真的是很固执 他很固执 家人 啥我很固执啊 就不去 我跟你说 我看他那个表情 我要这次福建之行 不去他家走一圈的话 他可能会一直念叨我 每一页我都会念叨你了 嗯 应该会念叨我家人 你们说去不去啊 去吧 嗯 我答应你 好不好 走之前一定去 但是 嗯 但是你也答应了 但是 算是 算是 就是你答应我 嗯 啊 就是 我去你家走一走 转一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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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想让我去你家住 没有 我没想到 我是主要是为 为你安全考虑 然后想让你更 更舒服一点 不一定 你要你想去酒店住 那你就去只有边住 哎呀 我 我喜欢这个酒店 对啊 不一定要一定要你去那边住 嗯 要有红包 还有红包结 真的假的 还有红包结 红包 为什么 不知道 嗯 我没干人去过 我不知道 有没有红包结 哈哈哈 不知道 那还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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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红包 不要给红包 没事 给就收着呗 嗯 嗯 嗯 刚才有个黑粉说没有人要我 啊 怎么会啊 谁说没人要我 我就要 听见没 有些 有些人你别在这儿瞎操心 好不好 家人们 你们觉得谈谈没人要吗 嗯 嗯 你搞笑呢 我跟你们 我跟家人们讲就是说啊 谈谈虽然说啊 就现在只是一个助理啊 然后啊 啊 条件也不是说特别好啊 什么的也是啊 农村里面的女孩子 但我觉得 她是一个很善良 然后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对不管对朋友 还是说对长辈都很尊重 所以说 呃 就像她 她刚才说到什么黑粉 那个黑粉说什么没人要 这是 呃 就是她没有那个眼光 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你看直播间有 做多少人了 三千个人 那三千个人 这么 这么喜欢她 那肯定是她身上有很多的优点 才能得到这么多人喜欢是吧 那怎么会没有人要呢 而且她还认识一些什么 什么那些公司老板什么的 你说 我都怕那些公司老板 然后把她抢走了 是不是 怎么会没人要呢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群众的眼睛啊 是血亮的 叔叔阿姨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是怕我跳槽啊 蛤 你是怕我跳槽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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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心里面都有点乱想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又要离开公司了 这个工作的事情就是 太累了 太累了 还累啊 都带你出来逛一逛 到处逛一逛 你看 刚来一个月吧 刚来一个月都带你到处 都带你出来旅游了 有的公司员工 一年才旅游一次 你看 你小助理一个月都能出来旅游一次了 都好 那不是出老板的福吗 对 老板挺好 那你的意思是是你的助理 你就带他出来旅游吗 没有 都不助你嘛 那给别人拉我 好 好 谢谢老板 暂时不走吧 暂时不走 然后过段时间吧 从福建回去 然后看大宝如果 这边不需要我的我就走 如果需要我的话 大宝你记住 你过来 我跟你说个强小话 是我强小话 就是你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 嗯 就算我不是你的员工 嗯 以后你的公司有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随叫随到啊 随叫随到啊 不仅工作上面的事情 生活上面的事情 要随着随着随着过来 都过来 打打打打打 嗯 对 如果你公司缺人手的话 你不用给我开工资 哪怕我不是你的员工 我也会过来给你帮忙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不用太纠结于我是不是你的 嗯 我是不是你的员工 嗯 就是 嗯 反正 就算不是你的员工以后 我也会 有什么事情都会 嗯 嗯 辅助你的 嗯 辅助我 嗯 好吧 好吧 那行吧 有这配心就好了 对啊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了 对不对 我怎么不担心 哈哈哈 你担心什么 我都说了 我是不是你的员工 我都怪你有事 我必到 那我也不去个 呃 没事了 啊 没事没事 啊 你那些装啊 嗯 哎 你意思你公司不缺我呗 那 那有一些 业务上你助理能 搞得定什么 嗯 嗯 但是有 我还是很谢谢你有这片心意 嗯 虽然说呢 嗯 哇 想要是说 万一什么 什么一些小事的助理 什么啊 嗯 人手不够啊 但也不会啊 真的一公司遇到困难 你也帮不了下 嗯 嗯 担得杂而遗 那 肯定是有人的 有一个车 然后 一定有喇叭 哎呦 哎 咋了 没事 就是 他很可爱的 经常会给我 经常会给我 会给我说无语 你知道吗 他经常会给我说无语 是啊 那我说真的吗 那你 你的话能 能 帮不了什么 但我是可爱 就是很 呃 很开心的那种 就是说 想就是 过来帮我 嗯 你拿我过一下 嗯 佳人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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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